哇哦 宝宝长大了 可以吃的东西变多了呢 对呀 我最喜欢大口大口的吃饭饭了 宝贝 你怎么了 噎到了吗 宝宝噎到也就是异物梗塞的时候 首先要先确认他的呼吸道是否已经阻塞 如果他可以发出声音 哭出声或者咳嗽 就表示宝宝的呼吸道仍然是畅通的 这个时候只要观察 鼓励宝宝他自己把异物咳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宝宝发不出声音 哭不出声甚至脸部发紫的现象 就表示他呼吸道阻塞了 这个时候要赶快打119求救 那同时执行哈姆利克法将异物排出 千万不要盲目地去掏挖那个异物 以免他掉到更深的地方 那一岁以下的哈姆利克的异物排出法 将这个宝宝的面朝下拍背压胸法 一手固定他的头颈部 保持头低然后脚高的一个姿势 那用手掌在他背部两个肩胛骨中间 用力地拍五下 一二三四五 然后再翻过来 也是一样一手固定头颈 维持头低脚高 用这三根手指头 食指中指无名指 在宝宝的胸骨下段也就是胃的地方 用力地压五下 一二三四五 然后这样子的拍背压胸法 一直要做到他的异物排出为止 那至于比较大一岁以上会站立的宝宝呢 异物排出的哈姆利克法呢 我们可以用腹部压破法 也就是我们可以从背后 双手环抱他的腹部 然后两手握拳 在他的腹部 也就是胃的地方 用力向上向内 快速地压五下 一二三四五 也是要一直做到他 义务排出为止 或者是救援的人抵达 想要避免噎到 试进去的食物形态和大小 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其实宝宝他没有办法辨别什么东西 是他能够顺利地吞咽下去 因此呢 有可能造成阻塞的 包括一些软质的 或者是一些果冻类的东西 花生米或核桃类大小硬壳的东西 都很容易阻塞呼吸道 电池 那种小东西 还有甚至老人家的这个药物 高血压的药物 所以所有宝宝可以拿得到的东西 事实上对他来讲 他都会放到嘴巴里面 会有造成义务梗塞的危险 所以平常那个家长呢 就必须要把家里的东西 只要宝宝能够塞到他嘴巴里的东西 都能够收藏好 不要被宝宝不小心拿到了 塞到嘴巴里 万一不小心已经把义务吞下去 怎么办呢 如果宝宝已经把义务 可能会刺破他的胃肠道 这时候可能就必须要住院观察 等到他顺利地把这个尖锐物排出来为止 因为在排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肠道破裂 那就需要紧急做处理 那另外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有机的或者是金属类的 像电池 它在经过胃疫的消化之后 事实上就会产生的这个一个减中毒的一个现象 这个时候也必须在医院里面使用点滴 跟一些用一些解毒剂给他治疗 解毒 爸妈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宝宝从口腔起开始 就爱把东西往嘴巴送 所以可能会造成宝宝义务梗塞大小的物品 不要放在宝宝能拿得到的地方 今天教的急救方法一定要学起来 紧急状况发生时才不会慌了手脚 平时也要让宝宝养成细脚慢咽的好习惯 小口小口慢慢吃 才能避免噎到哦 好 我知道啦